17号是大平国小采收地瓜的日子 学生从种下除草到采收都用心照顾 如今收成也相当的有成就感 不仅如此 在下个月的小农夫市集当中 孩子们将会带着自己种的地瓜到摊位上贩售 为接下来的毕业旅行抽旅肥 万里大平国小是食农教育特色学校 透过生态与食农教育的过程中 让孩子学习万物生长的定律与时序 更加也体会农作物的耕作与生态永续 环境保护等等观念息息相关 而今天是大平国小采收地瓜的日子 学生直说种下除草到采收都殷勤照顾 如今收成也是相当有成就感 什么天气你都要适应 就像夏天大炎热的太阳 然后照射着你 你就会很热很热 然后冬天又发冷 又冷到快不行了 然后你又得从家里出门 你就会很辛苦 然后等到采收的最后一天 你会觉得非常的很有成就感 因为你这样照顾下来 就是你什么都是度过 你的难关都度过了 所以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因为这是自己种的 不像可能你去外面啊 去菜市场啊我买了一株 啊我回家就可以吃了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种的话 你就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因为别的学校是学不到这些知识的 别的学校只能学到一般课本里面的知识 但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学到生态的知识 然后还可以种地瓜和拔地瓜 而且在拔地瓜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棒 因为你一开始把它种下去的时候 然后到最后收成的时候把它拔起来 你的感觉会是很不一样的 对我们就是我们会小朋友我们自己做一些地瓜的美食 然后在小农夫市集的时候我们跟人家去卖 然后抽我们的壁旅钱 我们这次壁旅是准备要去高雄去眺望高雄的美景 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学生认识台农57号红地瓜与66号红地瓜的差异 最后双手不戴手套直接触摸泥土 将自己种下的地瓜轻轻挖出 大丰收结球累累的地瓜串 未来不但可以变化成不同的料理 还可以透过下个月的小农夫市集 以义卖来筹备旅费 那我们种了金山地瓜之后 我们来进行这个食农教育 那我们同时也参加了新北市的小农夫市集 那大家我们让我们小朋友 在这个筹措这个毕丽的基金 让小朋友可以自食其力 那我们平常也利用这个综合领域来进行教学 我们进行跨域的教学 让学生学到更多的其他的知识也能够应用 同时也在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出来 让我们学生能够知福喜福 能够感恩 大苹果校已发展在地特产地瓜为特色课程 不仅是种植校园内还有多处地瓜异象 地瓜造型材料可以烤面包与披萨 而孩子们透过地瓜不但认识生态 还可以筹备秘履费用 另外有别于其他学校的特色课程 大苹果小学童对于食农教育的喜爱与认同 也培养出自信心 让大苹的孩子以家乡为荣 以友善大地永续生态为骄傲 记者让平函万里采访报道